小米快樂阿嬤還有美食 這裡是哪一個世外桃園啊 趕快跟著台東趴趴走的腳步 一起來找尋 好了 為什麼我要停車呢 是有原因的 話說來到這個部落呢 他們主打的是什麼呢 他們主打的是綠色油城 所以呢我們車子的話 就必須要停在這個地方 然後把車子放著 我們才能夠走進去部落裡面 究竟為什麼呢 我來這個地方先找一下老大 來告訴他為什麼要停車呢 老師好 你好 老師老師我的車要怎麼辦 它成停我們這個簡易停車場 因為我們鞋位目前經費 不是很足夠啦 所以我們要用簡單的方式 可能最近要把它整理好 來到了海端鄉坎頂社區 首先就到達了街坡站 這裡就像是小型的遊客中心 還有在地的農特產品展秀 讓你可以更認識坎頂村 這個地方算是這個整個遊城來說 這裡算是社區的街坡站 車輛到這邊我們會有人把你帶到上面去 這裡是起點也是最終點 那這裡也是我們坎米社區的社區商店 如果正好在這個農產 這個採收的季節 我們這裡就會有做檢疫的這個農產的採收中心 那部落的文創品也會擺在這邊 對 老師就是會因為不同的季節 我們會看到不一樣的農特產品在這邊吃 對沒錯 那我們現在身後的部分呢 就是遊客來現在可以看得到就是 我們苦茶油 這個苦茶油是我們 我們部落有一個苦茶油的產商產銷班 我好像聽說班長就是你 對啊 大家就會選我啊 那苦茶油算是我們社區產業 是 對 社區產業 對 苦茶油 對 還有我們的小米 小米酒 是 那部落最多的就是我們的辣椒 那就是最多的 除了坎鼎村的特殊農產之外 來到這裡還有伴手禮可以帶回家哦 看到了有伴手禮可以拿 咱們碗蒸當然是義不容辭 一個 這隻羊穿的是布農族的衣服 楊妹妹穿布農族的鞋 還有布農族的鞋 對 羊羊得益啊 是 今年的 好可愛哦 今年的 這個要送給你的 真的 我剛剛應該拿兩個 所以老師你說這個部分 我們有客人來到這邊啊 就會拿到這個 對 而且它很香哦 這是檜木做的 是 這是檜木做的 好可愛哦 那我們有準備那個電科筆 是 它可以在這個背面 刻上名字啊 日期啊 或者是它想要刻什麼都可以 我們有準備那個電科筆 就會變成專屬的要求 專屬的 對對對 不過這裡只是起點 據說透過了導覽地圖 就可以按圖索寂 來到坎頂社區的 十八個營造點來走走 十八個那個 就是有限規劃 十八個可以去 去了解 去了解布農文化 或者是 去體驗的地方 我想要現在去耶 可是 可是我不曉得 到底裡面有什麼 有有有 我們有做編了這個 我們有做編了這個 部落旅遊的這個 油城的那個規劃 那這個相當的棒 這裡面呢 有介紹這個十八個點 有什麼特色 主要是什麼的體驗 對對對 然後 遊客到了最上面 我們把它帶到部落的最上端以後 他就要借著這一張地圖 部落地圖 他就可以去尋寶 不過今天要先拜訪 拿幾個據點 現在就跟著婉珍的腳步 繼續看下去 剛剛從那個社區商店走上來 然後看著這個地圖呢 應該照理說是要來到這個 快樂阿嬤家 可是快樂阿嬤家是這個嗎 好像是耶 我來問問一下這裡的 帶路達人好了 欸 這好像有帶路達人耶 您好 不好意思 你好 我想要找一個這個地方 好像第二個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快樂阿嬤家的這個 你們真的來對了耶 我也是本社區的理事長啊 喔 所以我一找我就找到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對啊 那麼巧啊 對啊 超巧的 剛好你謝謝手掌的 就是我這個左手邊這邊 哇 一切都是剛剛好 跟著理事長走進快樂阿嬤的家 可愛熱情的阿嬤馬上出來 向我們打招呼 高媽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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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媽 這真的看起來一進來就很快樂耶 哇 所以叫快樂媽媽嘛 是 快樂阿嬤家 很愛玩喔 是是是 那我想要問一下為什麼這邊要叫快樂阿嬤的家 好 那我們再請高媽媽做一個這邊的一些食物 我喜歡動那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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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很 這樣好不好 做什麼做什麼都這樣 那我們來一個一個來 接下來你今天 這個是高麗再酸 喔 我以為是保鮮膜 不是 這個 是高麗再酸 對 是泡菜的感覺嗎 不是 這個要煮湯炒都可以煮 不然直接吃 嗯 很好吃 這個是米地香醋 我自己做的 醋 醋 是 然後我看得出來上面是辣椒 這個辣椒 大中小都有 對 那我想要問一下高媽媽如果說 我們遊客來到這邊阿 就來這邊體驗 我是體驗那個做這個 是 所以我如果是遊客我們來玩的話 有遇到你也可以跟著你一起做這個 可以 原住民的阿賣 對 阿嬤非常的可愛 雖然是一個人住 但是很喜歡做阿賣 讓客人來品嘗 因為孫子孫女在外地的緣故 所以啊 把每一位客人 都當做自己的孫子一樣照顧 外地的那個大學生來 我帶他幾瘦薇米 就這個啦 幾瘦薇米穿這樣 我幫他濃妝的身 對 這個我自己做的 不是小朋友做的 這是那個手作DIY 對啊 我不會寫這 我不會畫圖 我這 我只能會這樣捏捏捏那個 好漂亮喔 那阿姨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是什麼意涵嗎 就是你 這個是什麼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 我隨便做 除了自己醃製的美食之外 如果有訪客來 阿嬤還會帶他出去菜園 來體驗田園的生活 阿嬤看到晚真到來 還特別為他帶上自己手作的 悲男族花環 也讓他相當的感動 我弟弟 很棒喔 我父母親父來 17號那間 那個鳳梨那個 不是啦 中立 中立 中立那個 現在整個變漂亮了 真的嗎 對 沒想到花環 可以讓我變得更美麗 對 3 好 謝謝 好可愛喔 我稍後要自己來 好 南瓜 南瓜 阿嬤她雖然就是 不是字也不會寫字 但是她有一雙 非常 巧的雙手 非常非常巧的雙手 她可以來料理 好吃的食材 然後送出好多的青菜 以及做出非常可愛的作品 包括我頭上的這個畫法 向快樂阿嬤說再見之後 繼續到達下一個營造點 哇 一跳一看變身就到這裡 這是哪裡啊 這是營造點的叫蓋亞娜 蓋亞娜 所以這邊就是做一些 我們小米的體驗 剛剛是吃阿拜 然後現在是小米體驗 我們先要早一點過去好不好 不然因為時間好像行程比較多 那我們趕快去 你好村長 下面天國代表 這是代表 天國進了 謝謝 我們這裡是一個蓋亞娜的工作坊 蓋住的蓋亞洲 也就是說蓋住亞洲的那一端 那就是整個世界 其實蓋亞娜 是在我們布農族翻譯的話 就是掛的意思 所以歡迎大家累了 就來這邊依靠 戴亞娜 然後這個戴亞娜 其實它是一個 一個非洲的小地名 非洲 很喜歡落後的國家 當然我們要 做這個事業的話 要先走這個 很小做起這樣 當然像我們 看頂部落 看頂部落的話 就可能很少人知道 如果經過我們這個 人村再生以後 介紹我們農特產品 所有的這個行銷 讓大家 整個台灣 來認識我們看頂部落 可愛的胡天國代表 原本也是 坎頂村的村長 在自己成立了工作坊之後 更特別的 要讓布農族的傳統文化 小米給發揚光大 有些朋友 吃過了小米 不過這個小米的成長過程 還有跟立法有關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大概我會先跟大家講 這小米 小米的由來 小米的由來 大概就是 先我們 布農族的畫力來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個地方是我們的 開梗祭 祭點那個祭 開梗祭 所以它一個園地 一個工具 這是一個鍋子 當然去山上的時候 要帶個鍋子 找這個新的開梗祭 因為布農族以前 我們每拨過小米的地方 就不用再拨過了 因為它可能就沒有那麼肥沃了 所以應該新開一個梗祭 所以這個 這個時候應該是12月 以那個季後為主 我們這個地方是12月為主 12月的話就是開梗 然後打那個獵物 當在一個禮拜後 揹著獵物 勇士們揹著獵物的話 有一個很有名的那個報信歌 報信歌 那是獵人總商商 帶揹著獵物 就呼喊家裡的人 讓家裡的人或是太太 來迎接我們 欸 先生 哇 那麼累了一個禮拜 那麼累 我不要再讓他累 今天晚上 是不是 可以迎接他 好讓他輕鬆一下 這樣 是這樣子 所以 有一種報信歌的歌聲 他就是這種 深山這樣子呐喊 來 好 是的 它就會從深山這樣子 吶喊讓家裡的人聽得到 即使不是那種很小聲 這個應該是很大聲 平常我在表演的話 很大聲會唱出可能六位數 天國代表說 如果光是要說明小米的儀式 可能就要花上半天 不過今天還是要繼續介紹特別的 就是用傳統的方法 來幫小米脫殼脫粒喔 所以這是布農族的年曆嗎 對對對 工作力 還有智慧喔 工作力 它用這個圖團去標示 對 讓後台這樣子 知道以前主任是那麼認證 是 哇 真是上到一課了 對 太好了 至於這是小米的 我們為什麼可以吃得到 小米是可以演變成到 演變成到這個地方 這次已經脫殼好了 小米的脫殼 放在我們的篩子 對 篩篩篩篩 然後它就是在這個地方自腳體驗 我們小米盯到我們的腳步聲 它就說 親愛的 讓我來為你們服務 對 讓我來為你們服務 當我們知道之後 我們就一定要投鞋子 不管 我們一定要投鞋子 你看 哇 我這邊 我的不行 我就是褲襪 好像啊 對 這樣看 現在該怎麼辦 我遇到一個窘境 就是 要脫 脫與不脫的尷尬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請那個 我們實地 special的 喔 這樣啊 是 是的 你沒有看錯 這下讓婉真是逃過一劫 來到部落 你還穿什麼絲襪 你看 只好在旁邊乾瞪眼 看著代表它 自己來 我們 另一隻腳 就把小米 放在腳背上 這樣子戳 你看 有沒有 互換這樣 戳到 這個叫脫粒 脫粒 對 人工脫粒 對 人工脫粒 用這個 你看 沒有來 真的耶 沒有來 沒有來 我沒有辦法 好像褲襪 對 哎唷 應該來到原住民 不用穿褲 哇 嘿嘿嘿 有時候原住民的真皮 真的很累啊 那個溫冷有沒有 應該穿雨雪這樣 哇好厲害耶 這個是脫掉了耶 馬上脫粒 這個就是脫粒 什麼感覺啊 對啊你看 舒服舒服 舒服 舒服 不管 有一次 哎呀 腳會很痛 沒有關係 因為它還有殼 對 它還有殼 所以 不會說有那個衛生的關係 我想說可以去角質啦 對啊 嘿 這個很美 去角質 你看 馬上就 對好厲害喔 對馬上就 所以是脫 這叫脫粒 這個叫脫粒 大人小孩是都可以嗎 脫 可以啊 不要以為用腳 把小米的外殼 脫去之後 就好囉 現在還要繼續進行下一個步驟 是 你又掉下來了 對 這個叫脫粒的過程 你看看 好 就第二個動作 大概就是 有一些遊客 他說 可以不用腳 但是可以用手 可以嗎 但是 我給他建議 用手是 因為會產生一種反應 因為我們用手的話 蹲著 出力 會放屁 對小米沒有禮貌 這樣我們布農族 一放屁的話 就 被 禁忌 禁忌 所以 每當我們這樣 一直搓搓 出力來會放屁這樣 所以我不 我說我建議 就是希望大家用腳 對 就是不要用這個手 很多了 因為是怕放屁 所以才用腳 對 好 那就這個 第二個階段 好 好 第二個階段 好 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什麼 第二個階段 將脫粒的米 所以現在是去殼的那個嗎 放在這裡 對 放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會 對 做 做 好 好 哇 我該換你了吧 該 這個 這個 這不加錢 理事長 理事長自己幫我拿 其實剛剛很 就是沒有那個榮幸 在鏡頭前面拖 但是我現在 我可以拿那個 跟那個 這個叫什麼呢 現在這個做的是 脫狗 對 對 頂住 然後 這是單耶 打到中間 是 你如果打到旁邊 就會 溢出來 這個浪費小米 然後老人在家 在家的馬上 打 八頭 對 好來 我們打到中間 我現在 下去 對 當 不是 你不能這樣子 會被人家打到 你收回來的時候 一定是這樣子按照 然後 這樣 有沒有 這樣 這樣子 馬上 對 對 對 哇 那個力道 那個力道 對 其實 他會怎麼樣 他會脫靠 其實像這樣子倒 也有一段的歌曲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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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布農族 真的是 愛唱歌的民族 在記憶裡頭 也會用嘹亮的歌聲來傳唱 就連倒小米也是一樣 這個是和弦 因為他已經很累了 蛤 不是要唱完嗎 蛤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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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段就好 對 這是 一線 倒小米的歌 不簡單了 小米的歌 沒有想到光是要倒小米 就要花這麼多的時間 不過咱們晚真可聰明的了 找到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來幫忙 這雖然是陶甲波 不過 我很贊同 我們 我有代打的 其實我今天有代打的 就是代打的 來 等一下 來 其實讓你拿麥 其實也是 不太好 有事有事 好 我們來聽聽看那個 布農族在倒小米的時候的和音 好了 來 開始 你看 聲音很大 對 這是倒小米 好 剛剛說要打一個小時 我們現在時間剛過了一分鐘 我們還有59分的時間讓他們倒 加油 來 聲音 怎麼停了 怎麼停了 打到一半 我們就第二個動作 將小米放在裡面 放傻啦 好 好 好厲害 你看 眼多米糠 好 來 我們的小姐來 做一個動作 是我了 這個是你 你看 米糠有沒有 我們喔 將米糠 都 擠掉 變成 再次 漂亮 有沒有 對 去米糠 對 米糠 對 你看 小米粒 在那邊 對 對 有沒有 喂 我怕等一下那個米會全部掉出來 煮飯 對 對 對 一錢一貨 對 我覺得呢 這個比任何事情都還要困難 因為這個好不容易去採收到的這個小米 好不容易長到小米 然後去殼去皮 我現在要把它 我怕等一下 會不會全部到那個雲 哪個也不知道 請大家拭目以待 哦 所以有什麼訣竅嗎 有 有 對 就要往上飄 然後這個 再往前面點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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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 下去 有一點 有嗎 有沒有像 有有有 因為你太小了 不能會浪費這個食物這個入門 這個 我都是很滑稽嗎 對 不會 有一點 我看到有會陰 對 有嗎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吧 李市長說可以吹 可以啊 這樣也可以吹 可以把他吹走 對 對 所以要看到 要看到逆風托就不用吹你了 逆風 逆風說不要吹 終於在進行脫殼脫離之後 就要繼續進行重頭戲啦 就連柴火也可以來體驗 欸 哇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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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怎麼像有那個 是火種耶 對 火種它是有的 是 所以它會燃燃 對 對 會叫大家去 起火 Atlantic 再燃燃燃燃燃燃 coffee 有的 有的有的 有的有的有的 有的有的 有的有的 我們都會敲渣型的 這樣 敲渣 敲渣型 敲渣 敲渣 對 那個樹枝 敲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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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以前沒有賴打 以前沒有賴打 以前沒有賴打 這個 你看 這樣 油山 對 對 對 所以它本身就有那個 所以很容易就 就燃 打三米 為什麼要洗米 因為我們的小米 都塞在地上 它很多石棟 但是布農族的智慧 它就用這種來洗米 它是怎麼洗 就是這樣 一瓢一瓢 然後慢慢地這樣 那個小米 它就水的那個水 清淨的消氣 這樣 有一粒 有一粒 你看 辛辛苦苦的 終於把小米 製作成為小米麻糬 等一下就可以來品嘗囉 就可以吃了 他們都吃到自己的 有沒有吃到石頭 那就是他們自己的布置 因為他們要洗的嘛 有沒有吃到很年 他們也自己體會 因為我說過 就是要放到五次 五次的鍋巴 跟小米飯一起倒 在最年的時候 所以有時候 你看已經很年 有時候打到很年 他們很懶得去倒 所以我說 一定要邀請他們 欸 好吃的話 就 我剛剛 你們知道我這裡已經吃第幾碗了嗎 第八碗了有沒有 超好吃的 可是呢 後來呢 我才發現還有別種吃法呢 我們來看 旁邊這位美女啊 他要告訴我們 有各式各樣的吃法 到底有什麼吃法呢 你來說我來吃 你可以先吃甜的 配黑糖 配黑糖 對 以前傳統我們都是配豬油 可是豬油我們已經放在裡面一起煮了 對 配一點黑糖 吃甜的 先吃甜的 很像麻糬這樣子的汁吧 對 很好吃耶 然後你可以再配鹹的 鹹的這是什麼 這個是九糟肉燥 小米九糟肉燥 喔 在這邊會黏住耶 所以我是要怎麼 可以放在你的碗裡面 好我試看看 我們客氣一點喔 九糟肉燥 然後這樣子 對 然後啊 一起吃 一口飯一口肉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唉唷 那個披薩 嗯 所以好好吃原住民的披薩的感覺 對 怎麼那麼特別 如果你有吃辣的話 可以再配辣椒 辣椒是我們自己做的 因為我都覺得那個 就是 去外面一般的那種麵店吃辣椒 他們都選特辣啊 對 他們都覺得 我就吃就覺得還好 畢竟我也是辣妹啦 對 可是原住民的部分 然後在原住民部落的話 他們都做那種不要臉辣椒 哇 就連小米麻糬的吃法 都有很多種 不過婉真說啊 他很會吃辣 因為他說他是辣妹 這個 我們繼續看下去 他可不可以承受著 坎頂族人自製的 不要臉辣椒 他變很多人 他變很多人 他已經要咬一下了 配酒好了 配酒好了 很辣嗎 先不要告訴局長說 我有開車 一點點小米酒 很辣 後座你怎麼這樣 不要臉 好好吃喔 這個有賣嗎 有 可是要 過年後了 這個會去辣吧 對 會 是 小米酒會去辣 所以以後 部落的那個辣椒啊 你們真的要小心 他們不會說辣 但是他們不會說小一點 太神奇了 這裡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好好吃喔 好了 最後再一個最新吃法 就是可以黑糖 配上我們的跳跳糖 小孩子的最愛 為什麼會有黑糖 配上跳跳糖 這個 這種想法 這種idea呢 當初有借一個團體小孩子 因為小孩子 不太適合吃這種 糯性的 是 然後我們就煮了 小米粥給他們吃 剛好 看到有人做那個 盆栽啊 盆栽冰淇淋 我們就把那個的 構想換成小米粥的 冰淇淋 就小米粥的盆栽 所以上面灑了 它那個黑糖之後 我們上面灑 再灑那個 跳跳糖 跳跳糖就像肥料一樣 灑在上面 所以小朋友 小朋友 戰不絕口對不對 對 就第二碗 第三碗 我剛剛有嚇一跳 為什麼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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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特別喔 欸 好聰明喔 等一下 我先讓我吃完 這第八碗一定要吃乾淨 超好吃的 你們有吃過嗎 我第一次吃過 但是呢 真的是超厲害的 只有來到這個地方 應該是只有來到這個地方 等一下很辣 由於這個品嘗小米的時間 實在是太享受了 不知不覺就讓碗珍跟攝影師 就這樣子 不知不覺的 給它吃了起來 不管是體驗小米 或者是美食 其實部落族人的生活美學 也是相當厲害 還有自己用自然素材 製作成的染布 真的很漂亮 江江江江江 你怎麼知道我叫醬 醬 對啊 我的名字叫醬 就莫名其妙 你還是已經知道了 你已經打定過了 我叫醬 這種話不要亂講 喔 對對對 搞不好 其實我們要來講的是 江江的那個 染布 這個是染布 對對對 可以告訴我們這個原住民的智慧 我們怎麼會有這樣子的 是 這個植物籃 完全就是用這個 葉子 我們上上可以看得到的葉子 去墜極 把這個墜極 這個葉子 經過到的墜極 然後用這個 煮起來 然後這個 染這個布料 它的顏色就是這種的 這種的顏色 植物籃 所以我們有時候小孩子 國小的話也會來這邊 做一個植物籃的DIY 植物籃的DIY 即使我們在早期布農族 最先的就是那個薯籃 所以我們遊客來到這邊 其實都是可以有機會體驗到 對看它要是什麼顏色 因為有很多種顏色 像檳榔 檳榔那個也可以 檳榔頭那個也可以 對 這個叫薯籃 對 薯籃 它的 它薯籃 對 薯籃 那個DWDW 我們布農 布農 布農 對 它 最好的原料就是 一定是山豬咬過的東西 山豬咬過的 它是最好的原料 如果說沒有被山豬咬過的 它就不是那麼好的原料 所以我們找這個植物的時候 可能 哇這個很好 就已經沒有被山豬咬過 這個原料是最好的 那如果說那區山豬都不去 是不是可以把山豬逼 把它拿去給山豬吃 你看山豬咬過的 自然都會 都會去 去找這個 一一不捨的 揮別了天國的家 繼續下一個旅程 坎鼎社區 除了有營造點之外 還有 娛樂空間的改造 透過將部落閒置的空間 重新規劃 未來也將成為部落廚房 還有接待客人的好地方 那我們現在 我就帶你到裡面 我們給一路空間的 裡面的那個 所有的 建造要怎麼做 以後要怎麼做 我先帶你去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 這個地方 這邊是一個小灰室 從這個地方到這邊 小灰室 這個是我們可能 住一個部落廚房 部落廚房 有兩間是可以給背包客 背包客來這邊住 當然住是 醫療費要一點的 所以我們從這個 這是第一間 我們的 這邊有兩個房間 第一間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也就是會提供給外面 遊客可能會想要體驗這個地方 或是背包客都可以來這邊住 還蠻寬敞的 蠻寬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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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整理 對還在整理當中 所以可能這幾個禮拜 就可以完成了 對 那 所以 這這邊會有一個 部落廚房的一個 對對部落廚房 因為 我們這邊的 老人家 可能比較很多老化的 年紀都比較大 行動方面不方便 所以我們有一個 構想說 回饋一下我們地方的 老人家 來做一個部落廚房 沒有辦法動的 或是 真的是 有低瘦路或是 比較累的老人家 差不多七八十歲以上 我們可以從這邊提供一些 吃的部分 來 孝順我們地方的老人家 全村動起來 讓社區環境更好 也讓人看見了 坎頂的魅力 台東趴趴走 帶領大家發現坎頂村 下一次 或許還會再繼續 來探訪這個 美麗的部落 繼續發現 它的美麗 最重要的問題 當然 小姐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不相信 一塊 當場的能力 你可以 et.com 一塊 你自己買幾個 我自己買幾個 很適合 他太軟 他太軟在走 那我自己買了 一塊 這個 不好看的菜 好 1 2 3 你好快樂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焗火 馬上熊熊的燃燒 焗火 我現在要把它 我等一下 會不會填全部都那個魚子 他可以不知道 其實他在拭目以待 所以有什麼訣竅嗎 有 有 對 要往上飄 然後這個 再往前面 是 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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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趕另外一個進度 就是 要如何去敲這個竹筒 等一下 等我一下我先吃完 好不好 保持冷靜 保持冷靜 什麼 吃 剛吃很飽的時候 這裡這裡嗎 對 再一次 哇 有嗎 可以 你看他這個呢 這樣 一下子 有沒有 這樣撥開 這樣撥開 他這個 是有紫米 小米 糯米 還有 什麼好想說 我想說 好想說 好想說 還想說 那一刻 好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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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說